扎著滿尾一聲輕便推著行李 面對鏡頭還有些靦腆 他就是代表台灣出征東奧的 體操小精靈丁華田 只有18歲是年紀最小的選手 這次在高低槓項目獲得12.233分 可惜在平衡目項目中 有些小失誤無緣晉級前八強 27號下午回到國內 也向大家分享比賽當下的心情 這上兩年 其實我覺得我沒有 我現在都那麼緊張 我覺得我很不容易被走 雖然救起來了 可是我覺得我也沒有建議 我也一定把他做好 他口罩上銀色的小掛飾 在鏡頭前閃壓閃 是練習師日本教練送的 把祝福隨時掛著 看得出來這趟比賽 對他意義非凡 因為光是能參加奧運 就已經是難得的記錄 他在2019年世界體操錦標賽中 取得奧運門票 也是繼1986年墨西哥奧運後 台灣睽違52年 再次有女子體操選手登上這殿堂 跳躍身體後仰 後腳向上勾成環狀 落地時180度轉向 這動作映稱叮叮跳 正式名稱LATIN 是丁華田自創 在2019年世界杯 墨爾本的地板項目中首度曝光 獲得國際總會認證 以他的名字命名難度為低 以跳成名 甚至出現在教科書聯絡簿上 是不少小朋友熟悉的人物 雖然這次奧運沒能得名 他很快調整心情 全力瞄準接下來的賽事 9月10月還有全運會跟市井賽 經過這次比賽之後 回去繼續努力 奧運初體驗儘管不完美 但接下來丁華田 還是繼續在場上發光發熱 TVBS新聞 廖宗慶 吳宇雅 桃園採訪報導